嗨,大家好,我是周年美妆伯母阳光 最近有一部剧很火,叫做《三十而已》 在那部剧里面告诉我们,富豪是存在攀比心理的 其实现实情况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我算是一个离富豪很近的伪富豪 因为我的职业是采访企业家的 第二呢,杭州有一个只要你住在这里 大家都知道你是富豪的小区,叫做501号 我呢,就住在502号 所以我经常可以跟富豪一起喝下午茶 有一次机缘巧合呢,我采访了一个富豪 刚好那天呢,是这个富豪的小孩的生日 然后他知道我住得很近 所以那天晚上的生日派对呢 他也邀请了我和我的小孩 当我和我的小孩带着蛋糕 兴高采烈的走进他们家的豪宅的时候 一群我没有见过的富豪 上来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 嗯?你没有带保姆来吗? 嗯?你的保姆在哪呢? What the f***? 我跟你很熟吗? 上来第一句话竟然是问我 Where is your保姆? 这是你该问的问题吗? 但是高潮来了 我坐下来问到的第二个问题是 嗯?你是住在这个小区的几零级的? 然后我非常微笑地告诉他们 不好意思,我不是住在这个小区的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一整个晚上他们没有跟我说过任何的话题 然后我就听到了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话 他们在聊 哎,你知道吗? 那个三零级的这个人 最近他老公好像生意不行哦 因为他老婆的包真的背得越来越便宜了 哎,你知道那个几零级的女孩吗? 她买那件衣服 哇,其实也不是什么限量版了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哇,这些没有工作的符号 真的比严还要闲 有哪一个人会每一天去研究他的邻居 而且不是隔壁隔的邻居 是这个小区里面所有的邻居 他们在干什么,买什么包 穿了什么衣服 好闲,真的好闲 想问你的闲骨掌 但是到这个派对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邀请我的那个女孩子说了 哦,这是我们的一个主持人 她也住在附近 那个小区其实也不是很便宜 瞬间,他们对我死掉的火苗 突然又燃烧了起来 纷纷加了我的微信 然后在微信里面呢 也跟我说 嗯,下次什么时候 我的先生可以去上下你的节目吗? Never 我是中年美妆博母阳光 下期视频呢 带大家聊一聊 哪些大牌的入门包 比较值得入手